4月11日,嘉世德香港春拍举行了一场特展 一座高达172厘米的药师佛坐像成为全场焦点 这也是迄今为止拍卖市场上出现的最大一尊佛像 据主办方介绍,这座木胎七经药师佛坐像是清朝初年预制的 佛像出自于清朝的皇家庙宇,以其姿势和体态可以判定其为东方药师佛 佛像面相庄严,雍容华贵,体现了18世纪清朝佛教艺术创作的高峰 估价达到3000万至5000万港元 这件佛像是我们目前视察上见到最大的一尊佛像 那它的这个身高是172公分,不包括底座的这个部分 那底座因为是20世纪才配的,那它的其实的身高是172公分 那比这个我们之前在看美国旧金山博物馆看到的很有名的一尊102公分的佛像 还高了70公分,所以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精品 当天同场展出的还有木雕菩萨立像一对 经过碳14鉴定,佛像成于五代北宋时期 目前保存良好又历史久远的佛像非常罕见 两座造像均高达145厘米左右,与真人大小相似 其雕工精湛细致,神情兼备,数未难得 立像估价也高达3200万至4500万港币 它是介于唐代跟北宋之间的一种造型 因为北宋是更汉传的一种这个比较文雅的一种状态 那唐代就是比较风云的这个表现 那这一对佛像可以说是介于唐代跟宋代的转折点的一个造型 我们目前只有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发现有这样子的成对的菩萨 那其他就没有再发现过,所以非常非常难得 当天的特展还展出了包括清雍正年间 杨彩慈红利开花牡丹文婉一对 气形大气,颜色亮丽 碗底由双方框的雍正玉制开书款 还包括同时期的方锡 以及一尊高达57厘米的青花大尊等精品 据介绍,此次特展的文物将于5月24日面向公众开放参观 随后会在5月底举行的2019年家事的香港春拍上正式开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